夏天的最後一檔商品了 如果喜歡合身女孩 一定要把它購入 你有買過你就知道 是非常的包覆的 這非常適合去海邊耶 這三色一定要買 嗨 又到了新品介紹的時間了 8月真的過得很快 今天已經是最後一週了 夏週的新品就是 夏天的最後一檔商品了 然後這次呢 幫人家準備了非常多 非常時大的款式 然後我覺得就是 回去搭配自己家裡 衣櫃裡面的補妝 都沒有問題 絕對都可以百搭的商品 而且價格非常的天 就是完全你不用考慮 馬上加入購物車就可以的單品 在換季之前 趕快幫自己的衣櫃更新一下 就是把握最後放暑假的時間 然後現在我來幫大家介紹 第一款我自己覺得 一定要入手的那幾件吧 今天第一款單品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身上這款小可愛 這款小可愛是棉麻材子 這個樣子大家看起來好像非常簡單 那其實有一丁小變化 我來告訴大家 因為今年其實出過滿多款平口上衣 然後裡面有的是Pura T的 然後也不是一般單純的小上衣 那像這一款呢就是沒有在裡面做Pura的設計 就做了一件單純的小可愛 可以讓你們搭配所有的下半身 牛仔類的或者是長裙類的 我覺得都非常適合 這個款式一樣有大家最喜歡的 荷葉邊 就上身跟下板全部都是荷葉的造型 然後它在這邊有一個小蝴蝶結 這個小蝴蝶結是你可以自己調整上圍的這個寬度 就是如果你想要緊一點的話就把蝴蝶結幫緊一點 然後在下面的話 它這個是直接做手裡帶的造型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會滑落啊 或者是覺得說怕沒有安全感都不用 這一款呢我覺得算是時髦的單品 我覺得夏天一定要擁有一件這種海邊啊 或者是就是約會的穿搭的單品 就是有點點小蠟 然後又但是又很日常的白搭 它總共有五個顏色給大家看一下 除了我身上的這個 有點帶一點點橘紅色的 顏色之外呢 還有這種黃色 這個黃好可愛喔 然後再來就是這種灰藍色 這個藍就是搭配奶油色的下板 非常的好看 然後再來就是最基本的白色跟黑色 白色跟黑色我覺得就是一樣 不用考慮就直接隨便拿一件衣櫥裡面的牛仔褲就可以了 或者是配黑褲也非常的好看 如果你跟我一樣就是手裡比較洛洛的 還好建議戴一件小外套 就可以了 然後像我就是搭了這周的牛仔的五分褲 那給大家看到我身上這一款 跟之前的褲一樣 就是褲比較支痛 然後穿褲板造型 下周的下半身其實都是可以休息大腿的效果 然後會讓你的小腿看起來更痴 然後像這個褲就是穿起來 就是在膝蓋上一點的地方 然後這邊的褲是做不休邊的 然後它有這種破損的造型 就會感覺你的腿部現場 看起來很修長 我覺得它是有厚度 但是是舒適的牛仔布料 對 正面其實就是長這個樣子 它只有一個顏色 然後背面就是很基本的 我覺得其實到秋冬一點搭毛衣 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然後還有另外一款下身呢 也是牛仔系列的 然後它是做的這邊 它做的是短褲再長一點點的 我覺得它有點像四分褲的樣子 然後它的褲口寬做得非常的快 所以你穿起來的話 這個大腿真的是會看起來非常的瘦 然後這個款式的話 它其實就是算基本款的造型 夏天非常好搭配 然後夏桌的單品 其實大家 任何上衣跟它搭 都完全沒有違和感 非常棒的一件版型的褲子 再來呢 再來呢 還有一款這個是斜紋的奶油布 也是類似五分褲的樣子 但是以長度來說 它算是中間的長度 然後它是做斜紋造型的 給大家看一下質感 嗯 這種斜紋的造型 然後它下擺是做不修邊的設計 這邊做不修邊 然後它穿起來呢 也是稍微的比較 褲型偏執一點點 然後這樣子褲型偏執的話 我覺得它其實都不可以修飾骨盆 就是在骨架的地方 然後讓你的小腿看起來的更新 然後其實照平常大家買的尺寸購物就可以囉 然後我身上還有我手上這兩款 就是總共三款下半身 在下綜藝的時候 等我做限時48小時 然後限制一百元的活動 是不是非常的甜 在夏天的最後一檔裡面 要給大家 讓大家非常的好購物直搭的商品 還有我身上這一款啊 除了剛剛介紹的這小荷葉的瓶口上衣之外 那件事我覺得一定要入手到加入購物車裡面 還有就是我身上這一款 從之前我有拍過一次穿搭到現在 懸穩度超高的一件荷葉單裡 發現大家其實都不滿喜歡那種比較夢幻的造型 藏衣 對 就是比較浪漫一點 那其實這個款式我就覺得它又有點濕嗎 給大家看一下它是真身 它就是兩層的荷葉 然後它有蓋住手肘 它其實對於原生跟原生來說都是一百分的樣子 就是不會覺得說會很胖 或是因為它就是這種懷葉造型 你也不會覺得說穿著好像露露的 因為我覺得它能遮的都幫我們遮到非常的好 像是就是手臂比較粗的女生的話 你也可以穿這樣 穿這款商衣 或是你比較遠身的話 其實側面也看不出來是遠身有點痛痛的 然後或者你比較遠身的話 它又有風 就是有點風充的效果 對就是每個身型我覺得都非常適合 然後它除了搭短褲之外呢 我覺得它搭長褲牛仔的寬褲 我覺得也會非常的好看 然後這個粉色 我給大家看一下 除了我身上這個奶油色之外 它還有另外兩個顏色 就是粉色跟可可色 然後這個粉色跟可可色 它其實都帶有一點點那種 若蘭迪的灰色結在裡面 我覺得非常好看 來用粉色介紹給大家 它的左右兩邊手肘的地方 是做鬆緊帶的設計 所以你完全就是不會覺得很勒 會不舒服 就是穿起來就覺得非常的舒服 然後你看它這樣是兩層荷葉 但是它其實裡面還有一點玄機 穿起來的話 它其實就是一個小無袖的感覺 無袖小背心 然後下擺是做鬆緊 這邊也是做鬆緊 所以穿起來就是很舒服 就是我們會覺得 這三色一定要買 這三色都會好想要擁有 就是這樣子的荷葉上衣服 我覺得就是非常的好搭 然後就是有點浪漫的樣子 像這種比較浪漫風格的話 下周還有一塊 這個 我手上這一塊 我覺得它也是非常適合 就是想要法式風格的女生 可以購入這種 因為它的配色就是黑白 最簡單的配色 然後它在它的領口上面 是有方黎的造型 這邊方黎 然後還有一點小公主袖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袖口 也是有這種就是 就是蓬蓬的感覺 就是穿起來會有點小公主袖的樣子 我覺得是非常有氣質的一個款式 然後它一樣搭配短褲子 我覺得蠻好看的 可是它也有兩個顏色喔 那除了這兩款式 比較偏襯衫感覺的之外呢 我還選了兩件 就是有圖案的T恤給大家 對 一個就是 這個可愛的小花小廚橘 記得上前幾週八月初的時候 也有一款小廚橘洋 非常熱賣嗎 這現在又來一款小廚橘的T恤 這款和聲 非常和聲 如果喜歡和聲的女孩 一定要把它購物 那你如果喜歡小花的圖案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非常的適合 它一樣有分次 只是這個穿起來 它是比較和聲的樣子 它是有一點點彈性 然後我覺得穿起來也是非常修身的 因為它一樣是美國面的布料喔 然後給大家細看一下它的花朵 是怎樣 印花 有八片花瓣 而且有發現一個小重點嗎 是什麼 這個是AZING的彩蛋 彩蛋商品 然後在下一檔裡面 推出 所以我覺得喜歡AZING的女孩 其實應該也會喜歡這樣子 就是比較可愛一點點的單品 再來另外一款圖案呢 又看出它什麼了 因為它就是同色系 但我覺得這個 是屬於低調中 裡面有小造型的 就是它是這種刺繡的 英文字母T 然後它是同色的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刺繡 是比較凸凸的那種 袖線 然後它這款是跟同色系的衣服 搭配在一起 所以你看你感覺就是蠻低調 很像穿件白色系 但沒有 因為它看起來是有造型的喔 對 然後你整個配牛仔褲穿 我覺得這包還蠻好的 那它的白型是正常的白型 然後一樣也是美國棉材機的 接下來呢 我要介紹C肩帶的單品 我選出了兩個款式 都是我覺得非常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要肩帶 要很細很細 穿起來就是會手 然後選出了這兩塊 我來介紹給大家 這一款呢 它其實跟我身上這個布料是一樣 它其實就是我們台灣自己開發的 全棉的布料 但它是因為做有一點點滑面的感覺 會有一點點聽聽的 然後不會讓你覺得非常貼身 所以我覺得就是 像這樣的布 布性喔 我覺得圓深深感是非常適合的 胸圍這邊是稍微比較合身一點 但它下巴是做比較散狀的 然後它側邊也有開菜的造型 因為它這邊 前面的領身呢 它其實是做平的 然後在肩帶這邊 有做了兩條細細的肩帶 這穿起來我覺得就是會看起來 你的肩膀這邊線條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在背面呢 它其實是可以自己調節的喔 它除了這個 這邊是給我調節環 可以調整長度之外 它在這個背面的地方 也是可以讓你自己調整長度的 所以你可能覺得 你比較瘦的話 你就調緊一點 然後比較肉一點的女排 你可以依照這個中頸帶 它去調整你自己的肩帶長度 你喜歡穿長一點的肩帶 你就調整 調的比較鬆一點 那如果喜歡穿短一點的話 你就調的比較緊一點 那這個是可以自己調整的 我覺得非常的貼心 非常的貼心 然後再來呢 我要介紹另外一款 另外一款細肩帶 它是長得這樣 我覺得它這款比較像 有點小皂三色 這個有點微辣感覺喔 因為這個我為什麼微辣 給大家看一下 它一樣也是綿麻的 綿麻的全綿材質 然後它肩帶一樣是細的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後面肩帶一樣是可以調整的 然後你整個看 它其實這個蝴蝶結 是可以整個打開的 這非常適合去海邊耶 就裡面配比基尼啊 我覺得超好看 就連它這個下白的荷葉褲 漂亮 下白荷葉的展浪 這個展浪 這個波浪很美 就是你穿起來 你會覺得有點小公主的感覺 就是澎澎的樣子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蝴蝶結 它在胸線這邊 做的也是非常的好看 接下來我要介紹 我身上這一盤 就是完全是懶人穿的啊 懶人一定要避免的一件套裝 然後這個款式它是綿嘛 屬於比較軟的片嘛 所以穿上的時候 會有比較垂垂的感覺 你看一下 它的褲子跟上線 它的上衣背面很可愛 它是有配開叉的 這一套呢 它是一起購買的 但它上衣是F嘛 因為它其實穿起來很大件 通通的 然後它的褲子有分 A4 M L 所以你要 你如果要購買的話 你就會以你的下針尺寸來選擇 尺寸就OK囉 然後接下來 我要用小蓮來介紹 夏天最後一款 Bratat 今年夏天 推出了非常多的Bratat 護膠也有分很多種 有牛奶絲 有美國棉萊卡 然後還有 無縫材質的 我手上的這一款呢 它其實就是美國棉萊卡 你有買過你就知道說 它穿起來其實是非常的包覆的 下週一的這件新品呢 它其實造型非常的簡單 但是它又有一點小巧思小設計 像是 它在它的胸前 就是它的這個 U0的造型 跟這個下白的造型 它做的比較短一點點 所以讓你穿起來 你會覺得你有顯瘦的效果 然後這款呢 它也是這種大U0的美背造型 你看這個線條就覺得非常漂亮 然後今年很流行就是 比較方靈的設計 然後它其實在肩帶上面呢 你看一下這邊 它其實也是多有彈性 而且重點它有一個很可愛的蝴蝶結 正面給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這樣子 你也可以這樣子 就是不同的樣子 而且重點 這個是兩川的Bratac 它的蝴蝶結可以拆掉 拆掉之後 它就變成正常的Bratac 它非常適合外穿 大家那種休閒的寬褲啊 牛仔褲啊 或者短褲其實都可以 那它其實 你看一下它的這邊 肩帶其實做的 其實 我說是上寶下厚 但是其實我發現一點 就是如果你是上胸 比較沒有肉的女孩的話 我其實也蠻建議大家 可以把罩杯顛倒過來 其實你就會感覺 你上回好像比較崩嘛 所以你就先想想自己 比較缺的是哪邊 然後就補哪邊就對了 這個兄弟非常的軟 非常的好穿 在今年來說 我們覺得非常值得 就是購入的商品喔 除了這個海軍藍之外呢 其實還有這兩色 就基本的 白色跟奶茶色 這兩色其實我覺得 也是非常有氣質的款式喔 就像我身上這個套裝 其實你如果裡面 可以穿這個奶油色 或者白色 搭在裡面 把扣子打開 襯襯扣子打開 我覺得也會非常的好看 給大家試看一下這兩色 下巴的鬆緊帶 是做這種造型的 沒有做到太寬斑 也所以不會覺得太舒服的感覺 那我身上的這件洋裝呢 它是短面 還是很長 在跑到 我的膝蓋再上來一點點 我覺得它是非常長度適合的 然後它也是細肩蛋材質 我覺得它非常特別是它的 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段面 它是非常有質感 看起來有點微光澤面料的感覺 然後它的背面是做這種 像紅色的感覺 所以穿起來我覺得非常的舒服 然後可愛的珍珠扣 讓大家看看另外兩色 看一下它的質料 然後它的前門鏡是 整個珍珠扣都可以打開的 從這邊 一直可以開到地 然後它有做這種 蠻修身的這種線條版型設計 然後在背面的地方呢 它是做這種 就是這邊 這樣收緊帶的打來 設計 對 穿口袋非常舒適 然後肩帶也是可以調整的喔 然後像我身上這樣 裡面搭一個短肌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是比較拉一點女生 我覺得這種斷面的洋裝 非常也很適合單穿 幫大家拿了另外兩款女生洋裝 然後這個強的洋裝其實不可以那麼強 然後這個就是可以遮住小肺 就是有點類似長洋的感覺 就是如果你怕身材 你想要修飾的話 洋裝 我就非常建議大家 選這樣子長的長度來穿 然後我來看看SENNA 就是我手上的這款黃色的洋裝 這款矽肩帶跟我身上的這個 跟這個藍色一樣 它其實都是做屬於比較斷面的材質 幸福的 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身上穿的是比較有點 就是紋路的 然後這個款式呢 它是比較 就是光滑面的感覺 這邊肩帶是可以調整長度的 然後在背面的造型呢 也有一個水滴扣 非常漂亮 然後下擺是SENNA 非常的美好 然後另外一款女生洋裝 我覺得這一款就是 大家一定會非常喜歡的 因為這個款式就是這種非常歐美的削肩感 你穿起來有點會看起來很修飾 然後肩膀的線條也會非常的好看 這款沒有內力 所以會稍微比較透一點 那它還有附一個就是 一樣布料的綁繩 所以你可以穿一款的時候 你也可以綁起來 看你比較想要什麼樣的感覺 都OK喔 那今天介紹到這邊喔 然後PALO成為你生活的全部 不要忘記每週一早上十點 會有心停上架 然後不要忘記鎖定我們的Youtube頻道 FV跟IG 我們最近還有開了FV社團喔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 掰掰